大鍋熬煮砂鍋菜冒出熱騰騰白煙 天氣冷嗖嗖 嘉義名店零聰明砂鍋魚頭 還沒到營業時間就已經大排長龍 因為網路訂單排到明年四月 想吃只能到現場買 但現在有消費者在網路或其他縣市 買到其他也號稱很聰明的砂鍋魚頭 冠上不同姓氏 結果消費者吃了不滿意 卻打電話到零聰明砂鍋魚頭可訴 山寨聰明 害慘 正牌聰明 老闆一開始被罵得一頭霧水 一查之下才發現消費者買到的 都不是這款藍綠色LOGO包裝 老闆說網路預訂已經排到明年四月 所以網路上訂馬上就到貨的 肯定不是正宗 全台灣實體門市也只此嘉義這一家 雖然林聰明已經註冊 但老闆不打算提高侵權 留口飯給別人吃 你看我都來這邊買這麼多 還來這邊排這種 還有山菜版的 所以你們都已經來這邊買 這樣就不會有山菜版的問題 當然當然 熱呼呼的砂鍋魚頭 越接近農曆過年越難買 讓其他業者也秀到商機 掛出聰明招牌 像榆木混珠粉被根 記者侯國恩嘉義報導 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臉書粉專